大家好,我叫于飞 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我认为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希望能找到一份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专业的工作 我的求助宣言是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愿意做 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我会努力做到更好 谢谢大家 欢迎于飞 利物浦大学本科在哪里念的 天津科技大学 学的什么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后来就考到了利物浦大学 Frank,这利物浦大学怎么样 利物浦大学是一个综合研究型的大学 其实功课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综合来说这学校也不错 你今天要找的工作就是和人力资源有关的工作 没有职业经历 你一穷二白在职业上 愿不愿意做助理 愿意 五年内你是什么 我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人力资源总监的这样一个 你看你又使劲 小飞你告诉我一下 小飞从一个助理干到人力资源总监 大概需要多少年 实事求是吗 十年是起码的吧 十年是起码的 这十年还得一帆风顺的 对 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毕业 在一个公司里面然后非常的出色 我觉得这跟学校好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 我觉得一般学校毕业的 有能力有素质有刻苦 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不是青蛙毕业的呀 她是青蛙毕业的 她有今天其实是很惭愧的事情 她是她同学都混得最差的 好题了 好题了 我想还是那个 今天应聘的是这个姑娘 是不是咱们让这个姑娘来介绍一下 她有什么样的计划 让自己能够在五年之内有这么大的一个飞跃 姑娘介绍一下 假设你能够成为人力总监 或者说你成为不了 但是这五年你一直在努力 你是怎么给自己设定这些努力的 来 首先我认为第一年 我愿意就是从基层做起 了解人力资源这六大模块的各个模块 然后再希望可以用到我所学到的知识 来用一实践 第一年 然后第二年和第三年 我认为我可以希望可以达到 就是引领一个模块 那个包你你看 你第一年刚了解 第二年怎么就能引领了呢 就是可以负责一个 这个公司一个模块的这样的 好第二年第三年 对 第四年第五年 第四年第五年 我希望我可以在演讲方面 然后在领导力方面 怎么出演讲方面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想做 做到人力资源总监 这样可能会需要 培训呀 或需要这种 跟人打交道 在社交方面 希望有一个 很大的飞跃 然后可以做到 这样的一个 好 来 各位 到了提问的时间 陈佑 这样子 你在国外待一年半 我的建议是 不要太多的 去强调你的海归背景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希望你能够 更好地去阐述 为什么你在 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 当时随时中 学到的东西 回答我 为什么你觉得 你的专业 你学得很好 因为我首先 接触的是 国外的课程 然后我很努力地 在学习这样的课程 它可能是 涉及到 比较高端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 首先我会有 这样的一个 很高的 这样的一个起点 我认为 然后其次 我觉得我在 看问题的角度上 会用批判性的眼光 去看问题 也是我当时 就是我教授教我的 尤其是在 绩效薪酬这方面 咱们在绩效薪酬方面 你怎么能用批判的眼光 给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在分析一个公司的 运营情况下 我会用到 SWOT分析法 会从它的各个 从它的各个角度 去分析 而不是单一的 从一方面去 说它有多好多好 这个还是想打断一下 像SWOT分析 和人力资源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学其他专业的 也是同样 而且用SWOT分析法 是本科 基本科里面 会教的东西 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我给你 一个小的建议 再接下来 展示你自己的时候 最好把注意力 放在 我有什么样的特长 我这个人做事 有什么特长上 这样可能 对你更有帮助 如果给了你一份 人力资源的工作 你为这份工作 做好了哪些准备 我具备相关的知识 然后现在也在 一直读这个 国内的人力资源 自己在学这个 劳动法 还有商法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我 我认为我具备了 一定的那个 工作的时候的 那种状态 工作的状态 什么状态 就是很 努力的状态 很努力的状态 照片 我问你一个 劳动法的问题 劳动法对哪三类人 是不适用的 请回答 他才23岁嘛 还有时间做梦 当然 什么做梦 有时间 有理想 那既然说 要从基层开始 咱归于非常的基层 对 因为我们做人力资源咨询 但是如果说 让你在我们公司 做前台 同时做这种咨询的助理 你可不可以 我愿意 好 各位 第一印象 先不问问题了 第一印象 先不问 可以保留着问题 小宁一会儿 可以继续提问 保留着第一印象 通过第一印象 来决定你们的去留 12位 选择 沐妍离开 美甲离开 三位离开 沐妍为什么 其实我得说一句 当然这可能有很多 留学机构 觉得看得不爽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小留学生 出去出国 然后去学习 我觉得你们也没好好学 就是说你学完这个东西之后 应该打 基本概念的时候 应该特别清楚 去打出来 对吧 因为我是做过 好学生的 我知道好学生的状态 你点心 你很显然 你不是个好学生 或者不是个优秀的学生 咱们不要说 不是好学生 就是在 就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学业进行的 有些匆忙 好不好 这我是很着急 人家是女孩子 发父母 你是个男的 然后一年半 男的在和女孩子 聊天的时候 稍微怜香惜玉 余飞 你是应该拿出 你这个辩论的状态来 其实因为我看 你的简历 如果是真实的话 你还是很多才多艺的 而且持续拿奖学金 为什么别愿意打击你 你就不吭声了 对不对 拿出点辩论的状态 反击他 注意 现在我再给你一个任务 有老板让你觉得不爽 反击他 我觉得他不应该 去去留学 你可以反击一下我 说你为什么 应该去留学 反击一下 都灭了灯了 反击你有什么用啊 我们的理想状态 是有一个人亮着灯 然后咱们 叭叭叭叭 反击完了之后 抬头看着他的眼睛说 麻烦你 把你的灯关了 少班老师 少班老师 我得说一下 其实你看他的简历 就是说 天津科技大学 连续是三等奖学金 对 然后你在国外的时候 你们一直没有提到 你的专业课的成绩 如果你全A OK 那是很棒的 但你没有谈到 我相信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成绩 好吧 这样这样 你们都已经灭了灯了 还有九位留下来 努力加油 反击他们 天生我有财 好老师 我想给那个于飞 一个小建议 把你的头发 稍微整理一下 把你的脸露出来 对 看着他们 做一个深呼吸 不管他问什么问题 看着他们 告诉他 你有什么特点 好 先看着姚敬波 姚敬波抬头 姚敬波刚才告诉你说 出国留学是没有必要的 反击 我说对他来说 是没有必要的 现在来看 首先我在国内 可能就是说不够独立 然后也不够坚强 我出国了以后 确实是变了一个样 也更有自信了 然后第二呢 我当时的英语成绩 还是很好的 相对来说 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正好 借着这个劲 也就出去了 然后第三呢 是因为我在本课的时候 就学到了 中美合作办学 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有接触西方的课程 也接触了 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 然后我当时 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时候 是第一名 所以说就 顺道就 直接就出国 继续深造了嘛 女性我告诉你 你呀 什么叫辩论 躲开 到我这来 我给你表演一下 少刚他一点都没跟你讲 说的这三条 我都完全可以反驳他 对对对 不反 你看看着他 直接什么叫辩论 对方便有 首先 你根本不知道 一年半以前的 我是什么样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我脱胎换骨了 这个感受 是我才有的 我知道 我出国留学 是有必要的 你弄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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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 就 你知道你现在啊 这辩论是 注意我的手势 辩论是这样 你现在是打王不全 这样 一击中逼 往妖眼打 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吧 来说 因为你简历上写 你曾经参与美国库克大学 中国合作办学项目的一个一等奖 这个听上去很好的一个东西 对话一等奖 详细说一下这个 我去了一家服装公司 是写了导购 然后怎么说的 你的感受 就是为什么你能对一等奖呢 一等奖应该是比较 应该是很好的名词啊 因为我很认真的完成了 他的所有的那个要求课程 例如有些什么 比如 比如说我每一把每一天的工作记录 都记录的很详细 还是用英文的 然后记录的很详细 我学到了什么 我这一天有什么不足 第二天需要再 希望哪些方面可以 自己做得更好 我都写了 所以我确实觉得这个 一等奖的分量不是很高 正果说他这一轮的问题 回答的不怎么好 但是在这样高密集的 一个情绪压力当中 他还能够这样应对自如吧 说明他至少应该 还是一个比较耐心的人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你学人力资源 你喜欢他吗 挺喜欢的 那么在你的实习经历里 为什么你不会去选择 一个跟人力资源有关的 实习经验呢 本课时候也比较 就是对销售感兴趣 所以说就去了 那你确定清楚了 你未来到底是要做人力资源 还是选择其他的工种吗 我现在学了这么多的东西 现在特别想做人力资源 我听了半天 我觉得他特别适合做销售 做销售 不对不对 我倒是看了半天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他还挺适合 做人力资源 从基层做起的 他好脾气 别分析了 别分析了 但是就他坚定地 坚持自己想做的东西 别老晃 不提问了 现在到了大家 二次选择的机会 仔细想一想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同时也告诉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求职者 不要被这些老板们 不断地左右 你怎么想的 就怎么说 你的决定是什么 就把你的决定说出来 来吧 选择 文艺离开了 李峰离开 赵敏离开 刚才 于飞有那么一刹那 眼睛里面 开始滚动着一些湿润的东西 别害怕 大家即便说的这个话 不好听 也不是针对你个人的 既然是找工作 就要面对这个 老板们严苛的问题 其实是帮助求职者 在认识自己 好不好 现在最起码 有五家留了下来 听一听他们 各自能提供的岗位是什么 Fesco 葛晓飞 职位 就是前台 兼那个咨询的助理 爱慕 我先给他一个职位 完了我也给他一个 职业的一个生涯的描述 博士团新成员 张荣明 爱慕集团董事长 爱慕是中国市场 十胜内衣第一品牌 你应该先做这个 我们的销售店员开始 也就是做我们的导购 这也就 在过去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你可以呢 努力 以后呢可以有机会做这个店长 装电量以后呢 你会对这个 我们的销售人员 这个群体的这个 会有很好的一个了解 所以这样的话有可能你往第三个方向发展 就是做这个人力资源管理 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描述 好 余飞 我很喜欢你啊 我的企业很喜欢你 因为余飞他身上有难能可归的耐心 确实不多见 而且你要你说你反击你这也不反击 我觉得非常适合做我们教育行业的客服 教育行业的客服 所以你给提供的职位是客服的职位 来自优胜教育客服的职位 我给你一个岗位 是我们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一个 很基层的助理职位 好 我们公司有一个教育部 那他和人力资源部是一个部门 那这个教育部有一个培训专业 培训老师 我们现在可以招一个培训助教 来教育来教他去上课去授课 但上所上的课都是人力资源的课程 助教 助教 将来你可以成为老师 成为我们的主管 甚至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教育总监 都有可能 明白了 嗯 明白 这五家当中会走上前去 把哪三家的灯弯掉呢 谢谢你 再见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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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陈昊 哎呀 我不知道 谢谢你 再见陈昊 再见陈昊 巨美优品 谈钱不上感觉 应该生类啊 就是 就是比较 什么一点 就是英国回来的和中国本科 我们是一个待遇 就是三千块钱底薪 我希望你尽快的 能够成长起来 嗯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别的 没有了 OK 好 我不自己招人力资源的 应该是两千五或者三千 两千五起 但是具体多少 会让我人力资源总监去定 是这样子吗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Fasco 还是具美优品 还是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Fasco 我选择Fasco 再见 我选择Fasco 我选择了